1月9日,外交部网站发布消息称,外交部长秦刚于2023年1月9日至16日应邀访问埃塞俄比亚、加鹏、安格拉、贝宁、埃及和非盟总部、阿盟总部。 自1991年来,时任外交部长的钱齐琛首次在年初访问非洲以来,这一传统已延续了33年。 为什么33年来中国历任外长都将出访地点定在非洲? 这33年来,中非关系取得了哪些阶段性进展? 为此,记者采访到了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周永生。 中国的外交战略把发展中国家当作中国对外关系的基础。 那非洲几乎是全部的发展中国家。 再加上,非洲的国家数量非常多。 就整个联合国政治的大框架来说,有的时候被人称为数量政治。 也就是说,靠各个国家投票多少来决定一些决议通过与否。 所以,非洲国家在国际政治社会当中越来越显示它独有的地位。 我们不能够不重视非洲国家。 我们和非洲国家有长期交往的历史,有传统的友谊,有相互信任的关系。 回顾三十多年来的出访历程,专家认为,中非关系在中国外长一次又一次的出访中迎来了阶段性的新发展。 第一个阶段的头十年,那是中非关系在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之上,打牢基础的阶段。 1991年的那个时候,是中国经过了改革开放,经济实力得到了积累,我们和非洲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。 第二个十年,那是中非关系进入全面互惠互利,全面发展的阶段。 而这个时期,中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,中国的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的快车道。 非洲国家在这个时候也已经进入了经济的增长和发展阶段,这就使我们和非洲进行连接的可能性更大。 第三个阶段可以理解为大力深化中非关系,也是中非关系高速发展的阶段。 我们大规模的投资涌向了非洲,去帮助非洲建设基础设施,开发矿场,推动了非洲经济的发展。 值得注意的是,近年来有一些西方大国重新将目光投向非洲,并将矛头指向中国,炒作所谓新式殖民主义中国债务陷阱,企图离间中国同非洲国家关系。 对此,专家表示,中国从未像一些西方国家一样去榨取非洲国家人民的血汗,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合作是互利双赢。 中国与非洲的合作都是互利互惠的,我们每年给非洲国家大约就是600亿美元的这样的经济合作的规模,同时我们每年还免除非洲国家大量的债务。 从这样的角度上来讲,中国是有收获,但是中国的付出也是非常巨大的。 而西方所说的殖民主义模式,殖民主义模式那主要是要获得呀,而没有多少付出啊,他们主要是去榨取非洲国家的经济利益,榨取非洲国家人民的血汗,而我们呢从来没有这种榨取,我们都是呢互利的双赢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